Lio聊事記 天梯的關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庫曼仁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庫曼仁 庫曼仁最大的特色是他在封建時代時 就可以開下自己額外的城鎮中心 庫曼仁也擁有遊俠跑最快的文明 到了帝王時代跑速可以增加20% 庫曼仁的前期跑速也是有優勢的 沒有跟通技術的關係 所以他前期封建時代就5%的跑速 庫曼仁算是一個比較偏打強軍式的文明 當然他打開農也是可以的 因為他的經濟加成大多數是圍繞在封建時代 可以開雙TC這個特點上 如果不打雙TC的話 基本上庫曼仁沒有太多經濟加成 那庫曼仁後期的寶兵單位是清茶 但是他清茶沒有三級勝 所以城鎮時代量產清茶應該是他最頂縫的時候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日本人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 這個營地啊還有這個伐木場 採光營地還有伐木場跟模仿 都是半價的優惠 那前期省下這些木頭可以盡早開下農田 或是打這個三棒棒轉裝甲步兵 進行一個步兵攻速前壓特性 那日本人也是步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有33%攻速加成 那日本人的日本武士呢 對任何的特殊單位 這個寶兵單位都有外增上效果 那現在日本人的主打的META 還是走這個馬攻路線 還有這個步兵 擊兵路線 日本武士的話是非常少見的 那日本人的塔攻也是相當厲害的 但是到了大後期 這個巨型投石機呢 也是一個非常亮眼的存在 猜中速度夠快 還有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所以日本人呢 他算是一個偏中後期的文明 前期的優勢並不是很明顯 但中後期的這些文明特性 會讓他的殺傷率 會再大幅提升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目前 兩邊的戰隊友是 以前AN戰隊的隊友 以前HERA是AN戰隊的 現在變成GL了 那他以前的隊友 出現在這裡 那這行對決呢 是庫曼對日本 那以稍微前期的分析來看 庫曼人 在要擋下對方的前期 裝甲步兵快攻的話 壓力會稍微大一些些 因為他如果要在封建開TC的話 這三隻裝甲 會把他鬧到不要不要的 好 這個是先補下了軍銀喔 然後再馬上補下了魔防 好 這裡要採礦地了嗎 喔 喔 日本擁有敗架的關係 所以魔防可以開得很早 那這邊還沒有確定會不會打裝甲步兵 好來看一下這邊吃果子的狀況 500肉 看一下封建時代 好再放一下肉 欸有放肉才可以按裝甲 好這邊棒棒先按個三隻如何 三棒棒前壓 然後整裝甲兩個人挖金 大家會轉弓兵也可以的 好這裡再按一隻棒棒 三隻棒棒 全部補下 好開始了開始了 好 日本這邊開始有大動作 看一下日本這邊 還有這邊則是十八村 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這邊是九人伐木 雙伐木場 那通常雙伐木場 就不太會像是封建時代 要開TC的一個選項 因為這樣可以省一個伐木場 所以通常都是單伐木場 然後再去轉出雙 好轉出雙TC開弓 那HERA這邊的經濟配置 比較像是打一個正常的封建快購 應該是不會開TC 欸這邊挖黃金 還以為他要拉四村去插劍塔 那現在庫曼的招式來說 也有這個四村插塔 然後轉雙TC開弓 爭取實踐打法 所以剛剛看到HERA這四村往前走 以為是要來打這個打工了 好 好這隻獅猴過來卡下位 但是後面有城鎮中心 有機會收掉嗎 但是人數不多 只有一個人 哎呀 瞬間被收掉這隻村民 可惜了HERA這邊 沒有太多的村民在城鎮中心 都在野外工作 好這邊轉槍兵 工兵出來 四個人挖金礦 四個人挖金礦可以穩定出工兵 打裝甲步兵最好的方法 就是出工兵 好日本人這裡點下一級伐木 兩邊點一級伐木時間是差不多 好那待會要補第二個TC的話 可以考慮補石頭或是黃金 都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這裡還可以吃這個鹿肉 好後面這邊是用自己的肉麻 去反擊了對方的刺猴 刺猴也被瞬間解掉了 日本這邊三隻棒棒 轉成中甲步兵之後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也擊殺到了一村 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好三隻中甲步兵再過來 兩隻村民趕快拉走 就去打魔防 魔防拆掉的話也是小鑽 這邊想要圍 但沒有圍成功 這個動作有點太明顯了 後面過來 好高手們都是很厲害的 可以這樣邊打 然後邊經營自己的領地 那待會日本這邊也要把這邊先圍起來 那他的圖其實來說算是不錯的 稍微小圍 也可以圍得很好 最後這個中甲步兵繼續拆除 ERR這邊的工兵打算出門了 那日本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這工兵一直往這邊朝過來 這裡要趕快補毛兵了 OK 就開始補毛兵 OK 拆掉魔防 賺了100木頭 這裡三隻裝甲還是要處理一下 拉了一隻工兵過來 這邊被射了幾下馬上被吸引掉 HERR這邊有控攻兵嗎 沒有控到 直接砍死 這就是日本的裝甲步兵 攻擊速度真的很快 這邊HERR上高低 想要收掉這一隻工兵 沒有問題 日本這邊 本來是想要射掉這一隻刺猴 但沒有機會 好 這裡又拉了一隻裝甲去壓制 好 這邊吸引過去 趕快拉回來 又拆掉了一棟房子 HERR這邊的人口 是50人口 還沒有卡人口的跡象 就補下了一個馬修 裝個馬修比較好應付這邊的工兵 跟毛兵的壓制 唉唷 差一點點掉這一隻刺猴 還有3滴血 後防裝甲之後還是被工兵逼走了 好 封堅時代應該就這樣差不多了 裝甲步兵全部收掉 然後重新開下了魔防 HERR這邊的走法 可能會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再補下雙TC 然後用這個升級城堡時代的時間 去把這雙TC開出來 獲得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那這邊封就是兩邊的工兵 肉麻 小打小鬧 只要不要被秒殺 庫曼都還是有希望的 這裡被收掉了 肉麻 好 村民圍一下 好 赤頭過來 好 收掉赤頭 再收掉這隻殘血的村民 哇靠 兩隻村民瞬間被收乾 好 右邊開始圍 這裡要圍到底了嗎 好 這裡補下城堡時代升級 TC要不要開前面 那這個位置感覺還可以喔 還是晚點在開呢 哇 右邊這一坨工兵來了 HERR已經掌握到 日本的工兵 好 這邊入侵進來 可能要回走 上這個高地的防守 這裡來得及圍嗎 好 趕快看一下 這邊高打低 後面毛病打下 好 後面的毛病要繼續往前走才行喔 但是現在HERR在忙著看 控前面這坨工兵 這坨工兵 控得很好 日本這邊的工兵全部被收乾 OK 躲掉這坨工兵的壓制 HERR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日本這邊剛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好 TC的部分 稍微罰一下木頭 就可以開下了 好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點下二級伐木 欸 取消掉 想要先升級奴兵跟二級射 好 再點下二級伐木 好 前期壓制 這邊之後過來偵查一下 欸 收掉了一隻殘血的農民 日本這邊打得很漂亮 好 庫曼這裡工兵壓制 好 日本升到城堡時代 應該是要先開3TC 還是要轉馬弓呢 欸 這邊是要走奴兵啊 原來裡面存了一大堆的奴兵 把他有工兵出來就有十隻了 雙射箭場 還以為他是要走馬弓 好 這邊看一下 日本奴兵往回射 好 兩邊 開始都是用奴兵大戰 但庫曼這邊是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邊投資車過來 好 TTC 補下來這個位置 左邊一點的位置 日本是在貨方石頭區 好 兩邊稍微錯開 看看這坨工兵能不能做到一點試騎 正面的投資車開始拆除射箭場 好 看一下這邊的細節操作 工兵在那邊秀操作 上高地 可以稍微躲掉一些箭矢 兩邊都還沒有佔到血 但是Hera這邊先行示弱 轉出了戰毛兵 這樣家裡可以用戰毛防守的話 壓力會稍微小一點 就可以專心控正面了 正面這邊投資車換掉 這波換得不錯 好 這邊用工兵稍微壓制回去 兩邊打的都是很類似的開局 投資車配工兵 現在日本還沒有轉戰毛 轉出來的東西是騎士 對於騎士還是有一點想法在的 這毛兵再繼續追 我想說這個應該躲不掉了吧 這個還是被秀到了 Hera還是人類 她還不是神 如果是神的話就可以預判到這個攻擊 所以也不要覺得說 世界冠軍一定不會失誤的 只要四人都會有失誤的時候 好 右邊的工兵被逼退回去 但暫時沒有做太大的動作 這邊Hera的想法是繼續壓制對手 然後可以對方壓力 然後這邊再開出3TC繼續農 這個就是 邊軍式打法 然後邊農的一個策略 但日本這邊是有轉出騎士來解決的喔 這邊投資車想用第一時間攻擊騎士 但是沒有打到 好 投資車這邊回頭打了一發很好 那這台投資車就算被換掉的話 也不是那麼虧了 最後的工兵收掉騎士 Hera在投資車臨死之前回頭砸一發 砸得很關鍵 好 這裡工兵擊殺掉了幾隻村民 哇 擊殺樹來到了七村 Hera這邊的村民樹來到了57對58 日本瞬間反超了回去 看來兩隻騎士立大功 加上這隻工兵的突襲雙線打法 確實做到了一些事情 那兩邊目前還是以工兵為主力喔 那日本這裡沒有轉馬功 有點意外 因為日本的馬功 打工兵有加兩點傷害 這個流迪馬 那這個流迪馬能不能做到困多事情 就要看他要不要轉出來 好 這邊換掉 唉唷 差點 Hera這邊 這邊輪斗技術補下了 日本這邊走就早早補下 日本3TC開出來 開在野外的位置 但還沒有到非常外面 右邊有個附金 這裡戰毛兵往前 想要給壓力 換掉了一隻奴兵 投資車換掉 這個砸一發 要往右邊砸還是往正中間 要怎麼砸 不知道 預判 中啦 哇 日本這邊剛剛還想要秀 但最後還是被Hera秀到 這邊精彩畫面 沒想到Hera這邊的心理戰 打得也是相當漂亮 投資車預判到騎士的路徑 砸到了一點殘血 往回拉走 再一發 沒有預判成功 這邊要預判啦 補預判啦 直接扁後面投資車 再一刀 用光兵射掉 哇 日本這邊騎士沒有馬鎧 哇 這個投資車砸掉自己的騎士 哇 這個應該型態有點炸裂啦 好 但日本這邊沒有停止出投資車 看一下 一出來 往左邊砸 沒有預判成功 直接踢 踢地板 插邊球 再Hera這邊的投資車的血量更少 右邊的攻兵還在秀 真是秀爽沒 這麼少量的攻兵還在秀 是我就不會想扣了 但是人家是職業選手 有多少兵就控多少事情 OK 左邊終於沒換掉了 兩邊投資車控的都很好 很久沒有看到這個投資車大戰了 殘血的趕快修起來 最後壓制回去 日本這邊終於打出來了 什麼東西出來了不好說 至少是打出來了 好 這個工程系製造所 最後的投資車的波紋 長一發 有了 再一發有機會嗎 預判 失敗 雖然有出來 但是沒有打到 日本這邊的說明術 暫時領先Hera 兩邊的一個打法 應該在城堡時代 差不多該落幕了 準備進入到了帝王時代 現在日本的光兵開始往前壓制 帝王時代先補 這個兵量應該沒有必要去 爆兵 不點帝王 這邊應該是在等修道院啊 或者是 大學之類的 趕快蓋下去 才可以點這個帝王時代 好 這邊庫曼 生帝王時代稍微慢了一點 用弓兵去秀投資車 秀到投負血流 別秀了吧 Hera 你轉個奇兵不是很好嗎 你還有這個移動速度的 跟蹤技術加成 轉馬凱 不就沒事了 Hera這邊有點 小小尷尬一下 終究沒有秀完啊 反正是反被秀了一下 好 二級龍天不下 好 火車 不 OK 馬凱補下 還有一級攻 二級龍 帝王時代 三級上去 好 現在還有啦 被壓制得很慘 三帝王時代的這個段時間 是日本這邊進攻的好時機 只要能把庫曼在這個時間打殘的話 優勢就會非常巨大 好 日本人也點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看一下左邊 左邊的這個城堡蓋起來 高地開始擴隆起來 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Hera這邊要趕快補一些村民 避免村民落後太多 這邊享用城鎮中心秀 鎮中心秀 霧探 收村 放出來繼續打 只收進去 再放出來 當然就不會吃到投石車的傷害了 這邊手術很快 OK 對手被Hera的手術有點嚇到了 趕快往回啦 這個投石車血量有點殘 三台都已經殘血了 趕快繼續拆建築物 CP值得更高 好 這裡要預判了嗎 沒有預判成功 好 日本這裡點下了二級挖機 彈道學跟帝王時代 那兩邊帝王時代只差距大概30秒而已啊 好 這邊先起兵 抓一下 OK 抓掉僧侶 最後送掉 日本最終還是轉出了馬功路線 馬功還是比較適合日本的 本來這一些戰矛可以打馬功 看來是 下次一定了 下次一定 可惜了可惜了 日本這邊打法還是蠻穩的 還有這投石車砸了27隻的單位了 好 弓兵有要升強弩嗎 還是直接不升 但17隻的數量 我覺得可以稍微投資一下 強弩 弓兵數量還是蠻多的 還是省一點資源 直接點重裝馬功呢 賣一點木頭 至上重裝馬功 也是可以考慮的 強弩直接武士 結果先上去的東西是重裝長香兵 追星頭司機也準備要來攻城了 左邊HERA的肉馬 也在找機會鑽 看能不能鑽到後方 給予後方的經濟一些壓力 好 這邊馬功直接衝到了前方 這個是沒有空好嗎 我要投石車往前砸 再一發 來不及 再一發也砸不掉就是了 HERA修巨型頭司機的速度很快 好 日本這邊點下三級射 撫衛技術跟... 台甲 這邊工兵單位繼續射 橘色 哦 這裡城堡99% 沒有蓋起來 哎呀 有蓋起來 如果他的名字換個DOT的話 可能就會蓋不起來了 還好他的名字叫HERA 沒事沒事 這個叫做... 名指BUFF 名指特色 他應該都很懂 這是什麼原因 HERA打得還是蠻穩的 雖然城堡差一點蓋不起來 這我還是蓋好了 日本人在上面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當然前線堡如果被拆掉的話 就會很麻煩哦 待會巨型頭司機也會難產 而且金冠技術還沒有點下 所以他的巨型頭司機現在的優勢 也並不是非常巨大 而且日本人也沒有火炮 跟庫曼是一樣的 所以兩邊解對方巨型頭司機的方式 不就是... 打這個肉馬 或是打這個重型頭司車 會比較常見 不然就是巨頭複雜 這邊庫曼是決定使用肉馬 往前衝鋒 順利抽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日本第一台巨型頭司機 有辦法修得回來嗎 快拉個村民修一下 下方的槍兵無能衝鋒 上方的巨型頭司機也開始量產起來了 兩邊都在巨頭大戰 這時候日本轉出了常見兵 升級 轉兵轉的還是有點快的 然後對方大量的垃圾兵 戰矛配上肉馬 戰出個... 劍兵勇士 對於自己的優勢 還是蠻巨大的 好 那如果是劍兵勇士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正面突破了 這裡... 這一坨奴兵 還在防守 這裡中路要收掉巨型頭司機了嗎 戰友的槍兵過來防守 肉馬往回拉 戰毛兵努力防守 常見兵升級上去 防衛士1加2 遠防3 戰機的步兵反甲 升級上去就變遠防5 好 正面的巨型頭司機又要成功拆除 HERA HERA這邊的優勢還是相當巨大 OK拆掉 好 那現在HERA把所有的黃金都投資在了工房上 還有這個巨型頭司機喔 所以暫時沒有看到 他的黃金兵的幾層成型 都是用這個垃圾兵去防守 好 這邊再來圍城一下 好 這邊拆除城堡喔 還需要一點時間 好 先回一下血 哇 森鋁雄被砍死 日本人補下了卵甲技術 就會稍微抵擋一下對方的箭矢傷害 戰毛兵打起來就不會這麼痛 好 最後終於打掉城堡了嗎 哇 這裡很關鍵 好 但下方這裡已經潰不成軍 大洛馬一直衝 欸還不是大洛馬 一半是輕騎兵 甚至三攻都沒有 一講完就升大洛馬 那HERA已經聽到我們的心聲了 快升大洛馬吧 不升大洛馬的話 看了渾身不對勁 好 日本人這邊雙手見兵要趕快補下嗎 好 有輪甲技術了 現在防護力來到了1加4 遠防5 戰毛兵的話是有7點傷害 所以打一下還有2點 但是這麼多大洛馬已經衝了進來 正面的城堡中心也少了一個 ERA這邊應該還是能繼續無奇馬爆 日本人這邊要轉一些槍兵出來 多馬數量有點多 OK 日本人靠著自己3%的攻速加成 打出了城堂傷害 大量的大洛馬 全部直接倒地 看上面的建築越拆越多 日本只能血打血退 但有更多洛馬衝了進來 中間的東西全部乾掉了 完蛋 只有4-4片鐵 可能按不出更多的步兵單位了 現在ERA用著自己的機動性 各處騷擾 日本終於拆掉了兩台巨型通識機 阻擋了ERA的進攻 節奏 後方的四隻大洛馬 後衝 中午點下了3攻 發現打村民居然是要5刀啊 點下3攻之後只需要4刀 這個差距就很明顯 日本這邊努力把這個村民再按出來 但是被騷擾的地區實在是有點多 按了幾隻日本武士 稍微擋一下 現在急需戰力啊 只要4個人會拿個刀就行 按個日本武士 長劍兵還沒有辦法升級雙手劍兵 現在肉量太缺 補下村民回農一下 那ERA這邊村已經點下了青茶的村集 你走步兵 那我就走攻兵了 OK 走攻兵的話走青茶 對於庫曼來說還是比較好的 因為箭矢數量夠多 就算他是高遠盤單位喔 只要我射的量夠多 他也會倒在我的箭矢之下 這就是庫曼的優勢 好 好 這邊箭矢很多喔 趕快拉打一下 拉扯拉扯 再拉扯 好 這邊7加 欸 直接打錯了GG 欸 他好突然 HERA這邊 比對手打錯了GG 只靠了一堆大落馬 看到青茶之後 完全不想打 直接打錯GG OK 那日本這邊還有1000多萬黃金喔 其實還能打 但他可能意識到自己被 招惱到太多的關係喔 即使現在重新集結喔 可能也會很難打這些青茶 那其實HERA這邊的黃金 也是快來到了見底喔 這塊黃金趕快補起來 才可以把自己黃金給拿回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HERA這邊拿下 7萬億的資源勝利爾 日本這邊被砍得太多村民 只有6萬4喔 大概只有贏了大概 6-7千的經濟 喔 輸了6-7千的經濟喔 那庫曼這邊拿到1.330KD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